大家好,炒豆角的时候,我们很多人都是先焯水 其实豆角焯水之后,很大一部分营养就流逝了 直接炒的话又不好吃,而且看起来颜色也不漂亮 而且还不容易熟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特别好的做法 炒出来的豆角好看好吃 把豆角洗净之后,剪成约三厘米长的小段 接着加入半勺食盐 接着再加入清水 把豆角轻轻揉洗一下 每天都在很用心的浇作菜 之前要一个小红星鼓励一下,感谢大家的支持 然后把豆角放到旁边浸泡五分钟 再准备一点五花肉切成薄片 再切点葱姜蒜和小米辣 我老婆爱了想吃面条 今天就再给大家分享一个面条非常好吃的做法 把面条下锅煮熟,捞出,放入碗中 好吃的关键是加入两勺上海葱油 就这样给它拌均匀 再撒上一点葱花和白芝麻 一碗香喷喷的葱油拌面就做好了 做法简单又好吃,真的是太香了 好了,再准备一个碗 加入两勺生抽和一勺蚝油 再加入适量的食盐,鸡精和白糖 搅拌均匀之后,放旁边备用 豆角已经泡好了 给它捞出来,控干水分放入碗中 接着加入一勺食用油 用筷子给它搅拌均匀 提前加食用油可以使豆角保持脆绿的颜色 在炒的时候不容易发黑 然后把它搅拌均匀 然后放到蒸壁上面铺平 锅里水开之后,盖盖大火蒸三分钟 时间到了,我们打开看一下 豆角的颜色非常的翠绿 特别的好看 起锅烧油放入五花肉煸炒 把五花肉炒出一部分猪油 这样五花肉吃起来就会肥油不腻 而且口感非常的好 炒出来的菜还特别的香 炒成这样之后放入葱姜蒜和小米辣 接着继续翻炒 炒香后倒入刚刚调好的料吃 接着再稍微翻炒几下 然后倒入豆角 接着继续翻炒 把所有食材都炒至入味 炒熟炒入味之后即可出锅装盘 一盘好看又好吃的炒豆角就做好了 开胃又下饭 做法也很简单 再搭配上一碗香喷喷的葱油拌面 真的是太好吃解馋了 希望就赶紧做一家人尝尝吧